小巫的选择一定不会有错误 这水晶血龙神对他应该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四宗联手 好好跟武魂殿拼上一场 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了 他做宗主 这么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我想看看杨巫帝前辈 如何能令我矢狠五步 只能独立罢了 这是什么 又是小巫 明明尽力克制了 但凭我现在的精神力 根本无法压制小巫灵魂的冲动 小巫怒了 紧身八段帅的第一帅就这么狂暴 第八帅 太可怕了 小巫 少下流行 还好小巫没有完成八段帅的最后一下 一千零八十度凌空旋转爆杀帅 不然他至少要丢半条命 小巫 别担心 我已经没事了 他的伤 怎么 完全好了 得益于蓝银皇右腿骨的第二个技能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原来如此 你们俩先去看看老山羊怎么样 宗主这边交给我 小巫只如一百宝囊是什么意思 前辈 我有些累了 先回去休息 等杨无敌前辈醒来 麻烦您转告他 我希望能和他好好谈谈 嗯 没事就好 快去休息吧 三哥 门在这边 哦 三哥 我扶你 我还以为小巫 ール雷 好 我呀 我爹 快 不 我爹 我爹 是啊 老星星 唐三哪 这小子被破魂枪贯通 如果不好好治疗 会有后遗症的 什么意思 他怎么了 难道他死了 不 我并没有想伤害他 好了 老星星 老犀牛 你们就别误导老山羊了 唐三他没事 那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还厉害 伤口竟然能自行愈合 自行愈合 我输得还真彻底啊 那小子提了什么条件 他只是让我转告你 你先休息 稍后再和你谈谈 看来我真的是该休息了 唉 这一战不仅摔掉了老山羊的倔强 也摔破了他的自信 但从某种角度来考虑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这一次我们丹蜀四宗族 真的要重聚一堂了 老百娘 我发现了 其实你这个家伙才最狡猾 昨天还装模作样的 其实 你听说唐三的身份时 就已经愿意了吧 你才装模作样的 我外孙有本事 我高兴得很 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外孙哪 我开始有些 憧憬唐门的未来了 又是一场梦 三哥 你好点了吗 胖子 什么时候了 已经是晚上了 三哥 吃点东西吧 过之一族的组长 等着你踢销剑呢 胖子 你先过去 我 我马上就来 小五 你终于活过来了 小五 太好了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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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 为什么你那么傻 要用献祭来救我 如果不是因为你有那一线复活的机会 我已随你而去 小五 对不起 是我太激动了 抱疼你了吧 小五 小五 你 你怎么了 好 尖 我 不 你 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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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用命来换我都肯 如此一来 尽两全其美了 这么说 你肯和我们一起加入唐门了 肯了 肯了 明天一早我就回去 带族人到你那里混吃混喝 完了 早山羊让这么多花给弄疯了 唐三 真有你的 还叫唐三吗 我们现在可都是唐门的一员了 各位前辈都是我的长辈 以后也都是唐门中的长老 是不能再叫唐三了 不如各位前辈称呼我为小三吧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启程 让胡言真那老混蛋 想要报复都找不到对象 想要一次 小 lets 杰伯特 某 pon 黄 赓 司左 老师来科学院了 终于到家了 三哥 你现在编辫子的手艺 越来越好了嘛 小五对我太依赖 没办法加手于人 走 快回去看看老师他们 他们要是知道小五复活了 一定非常高兴 三哥 泰坦长老说建设堂门 大概需要三个月 我们这三个月 是不是好好放松一下 出去玩玩 可以啊 你先把魂力修炼到六十几 然后我陪你等魂兽森林去玩 除了小五以外 现在就你还没到六十级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 你们都成双成对的 心无旁骛 要不你帮我也来个五号二次觉醒 用你一半帅就行 努力修炼变得更强 难道还怕没有欣赏你 喜欢你的姑娘吗 三哥说得对 我一定努力修炼 争取得到白姑娘的芳心 白姑娘 都中午了 大家应该都下课了 怎么人这么少 等一下 不讴又降ın 死在疲倦 解